评说评论评说西周 上一集我们讨论了周人分封的艺术问题 也就是如何把自己人分封到最合适最重要的地方 形成一个良好的布局 分封除了艺术层面之外 还具有技术层面的东西 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讨论一下分封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所谓技术层面 就是周人分猴的比例与配方 周人一个良好的布局三类 第一类是王室宗亲 第二类是功臣 第三类是先王的后裔 这三类人中周人的血缘宗亲 必须是主体占据主导地位 必须体现周天下的色彩 因此这个配方周室宗亲是主料 功臣是辅料 先王后裔呢是佐料 配方是很重要的 到了战国 战国七雄宫 姬姓只占三个 而且这三个姬姓不仅是弱国 还与周天子的血缘远得几乎长不着了 所以周的亡国成为必然 周公很理解这一点 所以 群子儒孝 说周公 兼治天下 立七十一国 激性 独占五十三人 也就是说 周公时期呢 立的七十一个国家 封的七十一个国家 周始中期呢 独占了四分之三 百分之七十五 周公为诸侯的配方定了基调 以后 诸侯的比例 虽然有些变化 但基本态势呢 是同姓诸侯越来越多 基本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他姓诸侯呢 越来越少 分封同姓诸侯 有利于家族内部的团结 家族的利益之争 历来是瓦解家族统治的重要因素 下人的内讧导致了后裔夺权 商人的败王 也与威子 吉子 笔竿 与商周王家族内部的矛盾 周人罚商 商周王的罪状之一 就是不重有亲子 周人拥有天下以后 大张旗鼓的任人为亲 这任人为亲呢 有他的好处 家天下与家族企业一样 在他创立的初期和面临危机的时候 便于凝聚家族的力量 团结一心 共辅艰难 所谓上阵亲兄弟 打仗 父子逼 兄弟齐心齐力断尽 家族式管理 具有决策效率高 成本低 凝聚力强的优点 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 当然 家族管理形式呢 也是一把双刃剑 在危机过后 就容易形成内讧 然后 兄弟系强 不败也网 因此 家族式管理 要么凝聚力强 人际关系融洽 要么 四分五裂 派系纷争 周王朝建国初期的分封 凝聚了家族的力量 使其形成牢固的利益联合体 成为稳定周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一方面 虽然 风国很多 但几十个家在一起也没有周王朝的王级大 难以构成对周天子的威胁 另一方面 风国中 自家人又占了大多数 同时还占据了战略要地 周公分封同姓五十三国 其中 二十八国都在浩京到洛夷一线 也就是周人喜欢的皇甫地带 异性诸侯的分地 不是边角料 就是处在中式风国的夹缝和缝隙之中 这些国家呢 做屏障有余 要造反呢 是成不了气候的 周天子通过同姓诸侯 强化了对华夏地区的控制 不仅是同姓诸侯的最高家长 也成为异性诸侯 必须奉死的祖先 这是呢 分封的第一类 就是中始宗亲 这个王朝的即姓宗亲 第二类是功臣 这个功臣就是如 江太公旅上等 功臣们出生如此是需要好好对待的 中国历史上贵族出身的国王 一般对功臣是比较厚道的 周人更是典范 而草根出身的皇帝帝王 一般对功臣都比较狠 比如 刘邦 比如 周元章 由于周人早就实行了同姓不通婚 而江姓部族呢 很早就是姬姓的 殷亲部落 互为翁序 互为深旧 因此 这类的功臣 实际上也因为 殷亲关系 成为了亲人 这些亲人呢 从外围 加强了 加天下的统治 第三类是先王的后遗 比如 分封的宋 起 臣 唐 等国 这些国家或这些部落呢 都有辉煌的过去 有令人尊敬的祖先 为了表示对其祖先的尊敬 表示大爱 封他们的部落酋长 国君 一个不花钱的爵位 安抚他们 不要捣乱 所谓团结大多数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是一种聪明的政治策略 虽然这里封国除宋以外呢 都很小 但给的爵位都不低 爵位是周人创立的贵族等级制度 周王朝将贵族分为五级 所谓公 侯 伯 子 南 公国比较少 只有宋 于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 公国的辈分比较高 一般同性的都是文王一辈的贵族 而异性的就是上周王的哥哥 威兹齐建立的宋国 侯国比较多 比如 齐 鲁 魏 晋 等等 侯国大多数是 王的同辈人 侯国不仅多 而且位置重要 是周朝江山设计的重要支柱 因此 当时封国呢 通称为诸侯 伯国呢 也不少 比如 燕 魏 曹 霍 以及后来的 郑 秦 等等 子国也有一些 比如 武 楚 大明定义的楚国 最初呢 就是 子爵的地位 而南国 少一些 初期呢 只有像许武这样的小国家 周王朝 封土建侯 诸侯们也按照这个模式 在自己的封国内 大型封建 将土地 发成区片 分给亲大夫 这个分给亲大夫的封地呢 称之为采仪 亲大夫呢 也按照这个模式 再把土地分给自己的 宗室兄弟或叔伯 成为实地 这样足迹分封 使周王朝的统治 直接或间接的 直打基层 形成了大一统的 国家结构形式 以经济学分析 周朝建立的这种天下结构 类似于当代的 连锁代理经营 自家 以规模巨大的 旗舰店 各兄弟 宗亲 功臣 按地理位置 得到大小不同的分店 成为地区总代理 这个地区总代理 在建设下一季的分店 或代理 这样层层代理 打天下战市场 形成了市场战友结构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讲 它的优点 一是政治资产 更加纯洁 二是有利于政治品牌的整合 有利于市场的占有和扩张 周人以分层代理 连锁经营的方式 从商朝加盟制的困境中 突围出来 使中国有史以来 第一次真正建立了中央 与地方的政治关系 虽然他分封的出国国 相对独立 在分国内有独立的行政权 司法权 有自己的军队 是一个山寨版的周王 但是他是周王朝身上的毫毛 只是一个统治的据点 周天子对诸侯有直接的管理权 他们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包括镇守疆土 出宾秦王 缴纳共赴 朝进宿职 隋王祭祀 周王祖庙设计 等等 周王呢 既能调用诸侯的军队 也能任用重要的官员 与商王朝松散的加盟制 有组织无纪律不同 周人的分封 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如果不履行或跃权 周王可以随时收回 或削减他们的爵位 改变他们的封闭和爵落 废除和另立国军 甚至消灭他们 所谓一不朝则贬绝 再不朝则削其地 三不朝则六师一致 晋国的国军 建的宫殿 超标了 就受到周康王的谴责 周一王时期 朝会诸侯 也曾烹死过齐埃公 因为齐埃公不听话 这个烹死呢 就是放到大锅里给煮了 从文化的角度讲 分封建国 成为周文化的播种机 孵化器 增长机 分封首先产生极化效应 将分封地的文化文明 积聚到受封国 通过反应整合 形成强大的辐射力 向周边地区扩散 封国最初也不像 人们想象的那样大 大的封国不过百里 他们在城墙的周围 建立农耕区 在农耕区的边缘 再筑起一道防御用的土墙 称之为封江 封江之外是所谓蛮荒之地的草原 沼泽高山森林等等 这些地方有画外的异地出没 他们没有宗庙 没有城池 没有设计 没有公式 没有衣冠车马 等农耕社会先进的文物制度 过着较为原始的生活 因此 尽管封国后来发展到上百个 尽管理论上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徒之兵莫非王臣 但实际上 在封国之外 那些遗敌并不在王权的控制范围 他们有时会臣服于周王 向周天子或大诸侯纳贡 甚至胡同婚姻 但他们不在周天子的体制之内 正因为如此 成为周朝文明辐射的一个方向 分封诸侯对民族的融合 对文化的大一统有重要的意义 华夏民族是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民族 而不是征服血腥屠杀封闭狭隘的民族